诺贝尔文学奖获奖小说 哇 原著莫言 有代言演播 乘坐着竹筏 从河的南岸 到河的北岸 乘法的小伙子 是我小学时的同学 大扁头的儿子 小扁头 他告诉我 原塞所开的牛娃养殖公司 实际上 是替人代运的公司 而这个小扁头 正是原塞公司的职员 山谷先生 听罢了小扁头的一席话 我胆战心惊的 做出了一个 令我焦虑不安的判断 那就是 小狮子 这个想孩子想吃了的娘们 娶了我的小蝌蚪 注入到了某个 毁容姑娘的体内 我脑海里浮现着成群的蝌蚪 包围着一粒软子的情景 就像童年的时代 在村后即将干涸的池塘里 所看到的成群的蝌蚪 斟酱一块被水泡胀了的馒头的情景 而这个替我孕子的毁容姑娘 不是别人 正是我的老同学 陈鼻的女儿 陈梅 她的子宫里 正在孕育着 我的婴儿 我匆忙奔向牛娃养殖中心 路上 似乎有好几个人 跟我打过招呼 但 我记不起来 他们都是谁 透过电动伸锁门 荧光闪闪的缝隙 我又一次看到了 那座森严的牛蛙塑像 我感到了一阵寒颤 仿佛感觉到 其实是回忆起了 她冷逆的 不怀好意的目光 在那栋白色小楼前的空地上 有六个身穿彩衣 手挥花环的女子在跳跃 旁边一个男子 坐在椅子上 抱着一架手风琴 呜呜呜呜呜的演奏着 他们仿佛在排练节目 太平岁月 日历风和 什么也没有发生 也许这一切 都是我新造的幻境 我还是找个地方 坐下来 认真地想想剧版的事 无事胆小如鼠 有事气壮如虎 是福不是祸 是祸躲不过 这些都是我父亲对我的教导 老人口中多真言 想着父亲的话 我感到肚子饿了 我已经五十五岁 尽管富雄在堂 不敢延老 但确实已是日过正午 正以加速度向西山滑落 一个日落西山的人 一个提前退休 回乡购房 休闲养老的人 其实没有什么事可以怕了 想到此 我感到更饿了 我走进娘娘庙前 广场右侧那家 唐吉可德小饭馆 这是自打小柿子锦油瓦养殖场以后 我经常光顾的地方 我在靠窗户 那张桌子前就坐 饭馆生意冷清 这里几乎撑了我的砖坐 那个矮胖的堂官迎上前来 任谷先生 每次坐在这张桌前 看着桌子对面的空椅子 我的心中就梦想着 有朝一日 您就坐在我的对面 与我讨论这本难缠的剧本 唐官油光光的脸上笑容可具 但我总是从他的笑脸背后 看到一种古怪的表情 那也许就是唐吉可德里 那个仆人桑丘的表情 有几分恶作剧 有点小奸小坏 捉弄别人 也被别人捉弄 不知道是可爱还是可恨 桌子是用厚厚的段木打造的 没有上任何的油漆 桌面上木纹清晰 有一些用烟头烫过的痕迹 我经常在这张桌子上写作 也许将来 等我的剧本大获成功 这张桌子会成为一个文物 那时坐在这桌上吃饭喝酒 就要额外收钱的 如果您与我来对坐过 那就更牛了 对不起 文人总是喜欢用这种自大的幻想 来刺激自己的协作热情 先生 唐官表达了弯腰的意思 但腰并没有弯下来 您好 欢迎光临 伟大的骑士的忠实扑从 热诚为您服务 他说着话 将一本有十几种文字的菜单 递了过来 谢谢 老节目 一份玛格丽特蔬菜沙拉 一罐安东尼小寡妇红焖牛肉 一闸玛丽克大叔黑啤酒 他扭着肥压般的屁股走了 我坐着等待 同时看室内那些装饰与摆件 墙上挂着袖极斑斑的盔甲与长毛 与情敌决斗时戴过的破手套 标志着赫赫战功和不朽业绩的证书与寻章 还有一只栩栩如生的路头标本 两只羽毛灿烂的野质标本 还有一些泛黄的旧照片 虽然是微造的欧洲古典风情 但看上去还蛮有趣味 门口右侧 站着一尊真人大小的少妇铜像 两只乳房被人摸得金光惨惨 山谷先生 我仔细观察过 凡进这饭馆来的人 不管是男人女人 都要顺手摸摸他的乳房 娘娘庙广场商永远是熙熙攘攘 王甘的叫卖声总是最为生动活泼 最近推出了一档麒麟送子的节目 说是恢复传统 其实是文化馆里 几位文化工作者的编排创造 虽然不伦不类 不忠不息 但解决了几十个人的就业问题 所以是一桩好事 而且山谷先生 正如您所说 所谓传统 其实都是当初的前卫艺术 我在电视上看到过许多类似的节目 基本上都是传统 现代旅游文化的大杂烩 热火超天 声光画电 喜气洋洋 何其生财 正如您所忧虑的 某些地方炮火连天 尸横面野 某些地方 载隔载五 灯红酒绿 这 就是我们共同生活的事件 如果真有一个巨人 他的身体 与地球的比例 是我们的身体 与足球的比例 他坐在那里 看到 围着他的身体 不停旋转的地球 一会儿是和平 一会儿是战争 一会儿是盛宴 一会儿是鸡翟 一会儿是干旱 一会儿又是水灾 不知道他会产生什么想法 对不起 先生 我又扯远了 伟桑秋 给我送来一杯冰水 还有一碟面包 一块黄油 还有一碟 用纯橄榄油和蒜末酱油 调制的蘸料 这里的面包 烤得非常好 凡吃过洋面包的人 都承认这里的面包 烤得很地道 用面包 蘸着这种调料吃 其实 已经是美味 何况 后边的菜与汤 样样精彩 山谷先生 您一定要来这里吃一次 我保证 您一定会喜欢这里的一切 而且 这饭馆 还有一个传统 与其说是传统 不如说是规定 那就是 每天晚上 营业即将结束的时候 他们会将当日所烤的所有面包 长的 圆的 黑的 白的 粗的 细的 统统放在门口桌上的一只柳条框里 让顾客们带走 当然 并没有什么文字提示 每人只许拿一个 但每个人都自觉的只拿一个 夜下夹着或者是胸前抱着一只长长的或者方方的柔软的或者焦香的面包 嗅着它散发出的香气 麦子的气味 亚麻子的气味 杏仁的气味 酵母的气味 抱着一个新鲜的面包 漫步在夜晚的娘娘庙广场上 先生 我心中总是充益着一种感动 当然 我也知道 这是一种奢侈的感情 因为 我非常知道 天下还有许多人 衣不避体 食不果腹 还有许多人 在死亡线上挣扎吗 玛格丽特小姐的蔬菜沙拉里 有生菜 西红柿 橘末菜 味道鲜美 是谁起了这样一个令人遐想羞的菜名 那自然是我的小学同学 我的启蒙老师的儿子 李首 正如我从前的信中告诉过您的 这李首是我们这部同学里最有才华的 搞文学的本应该是他 但到头来还却是我 他学成良意 本来前途无量 但却辞之还乡 开了这样一家不中不息 或者说中西河壁的餐馆 从饭馆的名字 蔡瑶的名称 我们都可以看出文学 对我这位老同学的影响 他在我们这土洋混杂之处 开这样一家 唐吉柯德 本来就是一种唐吉柯德的行为 李首的身体已经发福 他本来个头就矮 发福以后就显得更矮了 他经常会坐在饭馆的另一个角落里 与我摇摇相对 但彼此并不打招呼 我有时会趴在桌上 写一些杂七拉八的印象剂 而他总是左臂斜搭到椅背后 右掌拖住右塞 以这样虽然古怪 但看似十分闲适的姿势 度过漫长的时光 尾桑秋把我要的安东尼小寡妇们牛肉 和马里克大叔黑啤酒端了上来 我的菜齐了 喝一口黑啤酒 吃一块焖牛肉 慢慢举嚼 慢慢品 目光透过玻璃 看着那光天画日之下 隆重扮演的神话故事 宣天古月开道 齐罗 散散随后 五彩一场 非凡人物 那个坐在麒麟上的女子 面如银盆 目若朗星 怀里抱着一个粉嘟嘟的婴儿 每次看到这宋子娘娘 我总是愿意把她与姑姑联系在一起 但现实中的姑姑 总是以身体宽大黑袍 斗篷如雀巢 笑声如夜猫子 目光茫然 言语点倒的形象 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截断我这美好幻想 宋子娘娘的仪仗队 在广场上巡行一圈 停留在中央 排成阵势 古月亭 以头戴高官 身披降袍 怀抱护板的官员 这个人的身份 让我联想到帝王戏中的太监 他手持黄绢 高声宣呼 黄天厚土 滋生五谷 日月星辰 花欲万名 奉玉皇大帝之名 宋子娘娘殿下 协议宁兴儿 下降高密东北乡 特宣 山南戏女王良夫妇前来领子 那扮养王良夫妇的 总是来不及领导儿子 那宁兴儿 也就是个泥娃娃 就被广场上 磕盼生子的女人 给抢走了 山谷先生 尽管我用许多理由来宽慰自己 但我到底还是一个胆小如鼠 忧虑忡忡忡的小男人 既然我已经意识到 那个名叫陈梅的姑娘的子宫里 已经孕育着我的婴儿 一种沉重的犯罪感 就如绳索困住了我 因为陈梅 是我的同学陈鼻的女儿 因为她被我姑姑和小狮子收养过 在那些日子里 我曾经亲手往她的嘴里喂滚奶粉 她比我的女儿还要小 而一旦当陈鼻 李守 王甘 我这些往日的朋友 知道了事件的真相 唉 我只怕 只有蒙着狗皮 都无言见人了 我回忆着返乡之后 两次见到陈鼻的情形 第一次见到她 是去年年底 一个雪花飞舞的傍晚 那天 小狮子还没有去牛蛙公司上班 我们在雪中漫步 看着雪花在广场周围 那些金黄的灯光下飞舞 远处不时响起鞭炮声 年的味道渐渐浓了起来 远在西班牙的女儿与我通话 说她正在与她的夫婿 在塞万提斯的故乡 一个小镇漫步 我一小狮子 携手走进唐吉可德的饭馆 我讲这个巧合 报告女儿 手机里传来她双朗的笑声 哈哈哈哈 爸爸 这地球真是太小了 呵呵呵呵 可不是吗 文化 实在太大了 那时 我们并不知道 这家餐馆的老板 就是离手 但 我们已感觉到了 这饭馆的老板 是个不平凡的人物 我们一进入饭馆 就立刻喜欢上了这里的环境 我最喜欢那些桌朴的桌椅 如果桌子上蒙上了江西的洁白的台布 那这个饭馆会很欧洲 但 我同意离手后来的解释 她说 她考证过 唐吉可德的时代 西班牙乡下的饭馆 是没有桌布的 她还很八卦的接着说 就像那个时代的欧洲女人 不带乳罩 是一样的 哈哈 山谷先生 我向你坦白 一进门 我就看到了那人少傅铜像上 那两只被人摸的 金光闪闪的乳房石 手便不自主地伸了过去 这的确暴露了我内心的肮脏 但 也很坦荡 小狮子用嘘声提醒我 我说 哈哈 你嘘什么 这是艺术 小狮子眼里的说 哼 许多文化流氓都这么说 伟桑秋微笑着迎上前来 表达了鞠躬的意思 但并没有鞠躬 她说 欢迎光临 先生 夫人 她接过我们脱下来的大衣 围巾和帽子 然后 把我们引领到 厅堂正中的一张桌子上 桌子上摆着盛着水的玻璃圆盏 里边 漂浮着白色的蜡烛 我们不喜欢这里 我们选择了靠近窗户的桌子 这个位置好 好在 可以隔窗 观赏外边灯营里飞舞的雪花 好在 可以观看室内的全貌 我们看到 在最角落里 那张桌子前 也就是 我后来常坐的那个位置 坐着一个 烟雾腾腾的男人 我后来坐着一张桌子上摆着水的玻璃圆盏 感谢观看